考古工作从4月1日正式开始 在清理南面古墓封土堆的过程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这样一避 这个稻洞数值往下打了三米 如果再往下几米 便是墓穴的主观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盗墓者停止了稻洞的挖掘 而从此之后 这座古墓也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再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这两座战国古墓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封土堆很快被清理完毕 墓穴的主体也随之暴露了出来 揭开最外层的果板 一个巨大的黑色棺果出现在人们眼前 这是一个形质巨大 保存极为完整的战谷中期墓葬 而棺果旁放置的大量陪葬器物 也让人们为之振奋 4月15日 北墓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南墓的清理也接近尾声 但就在这时 一些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陪葬器物 被清理了出来 鱼泥一点点被剥开 主观外国旁的几件文物显露了出来 在众多民警的严密保护下 考古现场的气氛却有些轻松 因为这些文物完全能够说明墓主人的身份 除了人头情况的存在 最吸引人的就是这几把放置在棺果一侧的古代兵器 割 下午三点 气温已升至二十多度 人们不得不反复喷水加湿 并用海绵覆盖 以保证这些珍贵文物 不会因为气候干燥而变形 此时人们发现 墓主的戈壁已经有些浮小 因此直到下午五点左右 太阳的照射不再那样强烈 工作人员才敢小心翼翼地 把童哥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 虽然历经了两千多年的时光 但当淤泥被清理开时 在阳光的照射下 童哥刃口上依然寒光闪闪 这些冰刃非但没有生锈 还依然保持着两千多年前的锋利 清理出来的童哥被工作人员用保鲜薄膜 覆盖覆盖固定 并立即送到了博物馆库房内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保存 同时这些文物也证明了牧主人的大概身份 但让人遗憾的是到4月15日官国周围文物全部清零物 完毕为止 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能真正证明牧主人身份的器物和名文 人们只能大致猜测 他很有可能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 宠武尚武的将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